镜头从浴室上方探进去 这是民众模拟被偷拍的状况 也在脸书社群po文 说12月31号到高雄一处休闲园区露营 洗澡时发现有镜头从隔板缝隙深入偷拍 当下随即呼救 对方却大胆的还偷拍第二次 而且事后询问同营区其他营友 也遇到同样的状况随即报警处理 而po文中所提到的 就是位于高雄六归宝来的这处露营区 来到盥洗的浴室 看到几乎每间隔板上下方都有缝隙 而当时民众遇到的状况 对方是从浴室下方偷拍的 而这些缝隙是因为原本 架在外围的檳榔树干底部腐烂 导致无法全部遮挡 对于露营客 po文抱怨 老板说已经进行补救 夜整先以黑色液草席 即将下方整面包袱来应急 也表示将会进行整修 而警方目前也已经展开调查 由于露营区附近都是山间小路 偷拍者疑似从这些地方窜逃 到底这样偷拍已经多少次 警方也加快脚步追查 否则恐怕又有人会受害 华氏新闻 邱俊平 许富杰 SAG小柱 高雄报道 华氏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 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最新 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